生孩子顺利吗 生孩子并不顺利 应该说整个预期包括产检都不顺利 产检的时候也是 因为当时我就跟他说了 我身体本身就不太舒服 我希望就我们两个人去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那么多人 他就又跟他妈说 他妈带上七大姑八大姨 我就跟熊猫似的对人围观着 我当时就特别不舒服 我觉得完全就没有尊重过我 就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是因为这样是不是 他产检的话 我一个男孩跟着肯定是不方便 但是我也需要跟着 你有啥不方便的 因为你看他公共卫生间 我进不去 所以说然后我就把我妈 我大姨 舅妈所有的就全部都叫上了 因为人多的话比较 比较方便一些嘛 每次产检都这样 也不是每次产检都这样 每次都是这样好吗 你还说是操心我上厕所问题 我学里面摔一张 你怎么不操心呢 这咱们不追究啊 反正就是孕检的时候 也没按你的方式来嘛 对 后来呢 后来到生小孩的时候 因为我当时的体质不是特别好 医生在我 要生之前就跟我说了 是建议我破工厂的 我也跟他说好了 到我阵痛的时候 我该生的时候 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我当时已经疼得非常难受 因为在家就已经摇水破了嘛 距离那个医院 还有半个小时的车程 我就非常非常难受 我就跟他说我说老公我们到了医院就赶紧就是听医生的啊 医生让怎么做就怎么做 因为我知道他妈是一直想让我顺产的 结果到了医院之后 把我就是催到那个分娩室嘛 里面就我一个人 当时我特别疼 然后我就问医生 我这怎么办 医生说是这么回事 说你的家属不同意给你签赞 说是想让你顺产 然后但是我当时情况并不允许 我在那个手术室里面就非常的痛苦 大夫的建议是抛工厂 对 我妈就觉得说是你若顺产的话 孩子体账力好 而且对他恢复的话 也好得比较快一些 他最后是顺产还是抛的 最后是抛的 我当时完全就没有听我的话 因为我当时是非常的难受 非常的痛苦 我当时我就心想 如果我妈妈就是在我的身边 是不会让我受这个罪的 就是当时就已经一身下病危 红枝书了 你再不签赞 他们可能大脚都不保 作为我的老公 你说比在你的手上 你签的赞就那么难吗 为什么什么都要让你妈妈出了算呢 最后你妈妈点头 你才签的赞 我们也都是为了你好吗 不是 大夫不都建议要抛了吗 一开始去的时候 我们还是就是说 想让他顺 让他试一下 不是大夫不是都建议了吗 对 是下病危通知了吗 对 孩子生出来了 对 男孩女孩 女孩 他妈妈说照顾我 那倒好 我孩子一生完 我从医出院 他妈次留下人走了 去哪了 去杭州找他姐去了 就不管我了 整个我连坐月子身边连个人都没有 是这样 因为我妈和我爸在家 他们俩总会争吵 我妈觉得如果说他在家的话 他们俩要吵的话 也会对他有影响 对孩子有影响 他妈走了之后 我以为他也当爸爸了 他能作为一个男人有担当了 结果更好 他妈给他发视频 远程遥控他 当时我生的时候15月底 东北就特别热赶上大暑 他妈妈在杭州下着雨 那么热的天 跟他视频说 让他给孩子盖棉被 他就把那小被子给他盖上 那孩子我好不容易 就刀口也蹚 好不容易把孩子吼睡着了 刚吼睡着 盖上了 孩子热醒了 就开始哭 洗一身疹子 那是因为我妈说吗 因为当时我不走 然后我跟我妈发视频 我说妈你看 这个孩子现在冷不冷 然后我妈说冷 冷的话 然后我就把被子给盖上了 因为我懂不懂 那你冷不冷啊 我体感的话是有一点点 你可真能说